我想我心里不好受 从眼没见没妈呀 给我哥哥笑不过 行 别哭了 明天来我们帮您解决 面对记者 五稀老人为何黯然审伤 这事怎么回事啊 他把这老两口子轰出来以后 给轰到怀柔 让他们就不管了 不管了后来我就有点急了跟他们 就是这个老人养老 对负担太重了 还老骂人我父亲脾气爆 在家人又伺候不了他了 就给放静老院去了 静老院费用也太高了 提及养老 一双子女似乎频频推诿 多大岁数呢 我妈好像是77 我父亲好像是78 现在二老在哪呢 我父亲在养老院呢 我母亲在我妹妹那 怎么父亲什么时候去养老院了 这是10月6号去的 怎么身体不好了 身体也不好 是谁给送去的 我妹妹叫我给送去的 当时父亲母亲都同意吗 去养老院 我父亲大脑 已经思维不清楚了 对 那母亲呢 当时怎么 我母亲是不同意 不同意感也没辙 为了弄清事情原委 我们的记者 当即赶赴当事人家 了解情况 由调解员徐卫平 调解员朴苏安 心理专家张一文 律师刘东梅 组成的调解专家团 也迅速展开了工作 但是这个父亲和母亲 一直以来都是 跟这个女儿一起生活的 没有跟这个儿子一起生活 然后为什么呢 就是这样还要说到 他们家当年的拆迁 最早是在国安门那儿吧 国安门外边 完了事儿这会儿拆迁了 国安门外边 他们有一个是老宅吗 你们合家的 不是老宅 那好像是房 是公租房 公租房 单位分的 是不是单位分的 我就不知道 反正是公租房 是父母的吧 就是我父亲的 你父亲的 那当时都谁在那儿啊 户口谁在那儿啊 户口就是有我父亲的 还有我这儿子的 儿子户口在那儿啊 您的户口倒没在 我户口在怀柔呢 你们家还有一处房产呢 我们家就是怀柔的 老家是怀柔的 老家是怀柔的 那有宅基地 对 我妈的户口也在怀柔 哦 房队给了什么东西呢 给了两个购房指标 因为当时房子里边有两个人 就是我和我爷就户口什么的 就全在这个房里边 给了两个购房指标 一个是大型团核 一个是方台的张一村 当时都买下来了吧 买下来了 等于两套房 对 那落在谁名下了 一个购房指标 就是我是被安置人 然后就写了我的名字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爷爷 因为我爷爷是被腾队人 也是被安置人 然后就也写到了我爷爷名下 据了解 何家早年老宅拆迁 共分得两处房产 其中作为孙辈的小何 也依照政策得到了其中一套 这本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作为父亲的何家大哥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当时拆迁结束之后 他们家庭进行了一次 也不能说是内部的协议 就是说从这个儿子口中得知的是 这个协议是女儿一方写好了带过来 所有人都签好字了 让我来签字的这么一份协议 大概你还记得这个内容吗 大概知道 谁写的 也是我们家一个亲戚 我的一个姐姐 就是跟我妹妹她们都在一个小居住 她给写的 懂点这个 她说懂 懂不懂我也不知道 所以她就给写了一份 按照你这个意思写的 投一份怎么写的 我根本不知道 也没通过我 就是给我妹妹先写一份 我不知道 你没看 这份大哥口中的第一份协议 内容到底是什么 她的签订又是怎么回事 律师刘东梅在查阅大哥一方 提供的材料之后 与大哥进行了核实 我刚才看到你们在2013年的9月23号 签了一个协议 对吧 这个协议上的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说 爷爷回签了两套房子 然后大兴的两居室呢 给了孙子 丰台的那个一居室呢 给了这个女儿 其中协议里边写到说 百年之后将丰台的一居室 集安置费60万元给女儿继承 对吧 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60万当时给了吗 还是现在还在老人手里攥着呢 给了这60万就是买的那房吗 但是60万写的是购买房子 一居室的实际费用是 出的钱 是 就是说这个 这个协议约定的是什么呢 约定的是 给了你们是60万2185元 也就是你买的那个两居室的钱 这个价格 是不是 对 那还有一个房子 就是丰台的那个房子 这个的房子价格应该是 一共是10万5390元 也就是说给了他60万块钱 这个是指房屋的拆迁安置费 然后不够的部分 由女儿自行垫付了十多万块钱 是这意思吗 是 由我姑姑垫付了 就是说这个协议上说是把那个 有一套拆迁的这个房子 是给了这个孙子了 对 不是说他应得的是吗 不是 这个概念得弄清楚 只是在这个协议里是给了他孙子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房子 是不是你应该应得的 还是要看他们当初的拆迁协议 在你们提供的材料里 我还没有看到拆迁协议 所以暂且不下评论 好 那你是怎么理解的 这房子是你该得的 还是你这爷爷奶奶给你的 首先我承认 是我爷爷给我的 然后呢 但是我的户口在里边 当时去拆迁 去拆迁办的时候 去说也是 一开始是一套房 然后呢 就是说到了 说孙子不能 说将来 就是因为我那会儿已经结婚了 说孙子不能和爷爷 还记在一套房里 然后呢 可能是拆迁的这边 是照顾 是什么 又加出来一个购房指标 所以这事得弄清楚 就是说如果是爷爷奶奶给你的 你跟你这姑姑一样 反正爷爷奶奶都给你们好处了 既然你给我加了 就是因为我那会儿已经结婚了 但是你把这封卖了 你通知谁了 在翻看这些材料时 调解团队有了新的发现 那就是在这份协议签订大概20多天后 何家人又签订了另外一份协议 并且这份协议的内容更加全面 还牵扯到我家了怀柔那院 有一个院吗 怀柔那院是谁的呀 那院是我建的 是我妈的部主 当时大家说的就是 那个房给我了 然后呢 因为我奶奶在怀柔还有一个院子 就是方台张仪村这个房子 归百年之后 归姑姑继承 怀柔204号院 这个房子就是归 二老百年以后 归我父亲来继承 当时是这么写的 签第一份协议我根本不知道 您没在这上面签字吗 签字了 这是后语 给我写第二份的时候 我给第一份签的字 没有 但是第一份还是没有他签字 然后也没有你的孩子签字 妹妹也没签啊 签了 第一份协议上有父母和女儿 女婿签字 及四个证人签字 也就是说这八个人签字 但是没有孙子和这个儿子 进行签字 对吧 也就是在2013年10月14号 你们知道了第一份协议 然后签了第二份协议 对 第二份也是怎么说 我就是 无奈之主 就这么说 您觉得因为前面 已经有一份协议了 那套房子已经被 父母处置出去了 对 所以只能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进行第二份协议 因为这第二份协议 写的就是 怀柱那归我呀 这不是我盖的吗 可是是我妈的那个户 到时候我又怕她伸手 是我爷爷名下的房子 归我姑姑 然后呢又补 相当于算是补充了一份 又给我爸写了一份 这个协议就是 那里边也标注了 说那个房归她 这怀柔的这个房 归我爸 也写了一份这个 仅仅相隔数天 何家就先后出现了两份协议 当时家中的紧张气氛 由此可见一般 在第二份补充协议中 着重提及的是 何家位于怀柔的院子 然后怀柔那个204号院有多大呀 那个是大概就是250米左右吧 您的户口在哪啊 我的户也在怀柔 这个院子里都有谁的户口啊 这个院子里头有我妈的 有我媳妇的 就是说最开始的宅地使用权 应该是母亲 那么我看您在2015年的时候 3月3号开了一个证明 为什么在2015年3月3号 开这么一个施工许可证的证明啊 是我盖的呀 这房是我建的呀 但是您建房是在哪年呀 这个是95年建的 建房在95年建的 为什么在2015年的时候 要开一个施工证 因为在签协议的当天 我姑姑姑父都说了 就是怀柔将来还得有他们的房子 明确跟我父亲说了 所以在两年之后 你们为了避免他们争这房子 看了这么一个证明 对 是吗 对 何家大哥告诉我们 在这第二份协议里 补充了一些内容 尤其是对怀柔的小院 协议里进行了十分详细的约定 这个协议里边说 给母亲留一间房 居住权 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就是要回怀柔什么的 得有时候住 就是母亲可以回去住 可以住 如果说她不让我岳母在那居住 她给房子一满全早 我岳母没有经历来的 她就是一千多万钱 就说把她挣那一千多万钱 残期费 那你们这块是要拆迁吗 拆迁是 就是嚷嚷好多年了 拆一拆的 听说有拆迁的信 对 但是实际上拆迁政策不清楚 那父母对于这个房子 现在有没有跟你说 这房子我想收回啊 或者说我还是就要那一张居住权 然后呢 如果拆迁也跟我没关系 父母有过表态吗 没有表态 那你们担心不担心 拆迁的时候 母亲向这个房屋主张权益 我现在担心就是怕我妹妹伸手 她就一开始吧 我们打电话 打电话 她就说怀柔这儿还有我一份呢 我说有一份 我说你拿走一份了 怀柔这儿是我盖的 一砖一瓦没有你的 你没填过一砖 没填过一瓦 我说这是我盖的 你这儿还要要一份 你这儿有点过分了吗 当时说了吗 没有 现在我没说 关键是老太太这养老 那天她又问我 说假如说房环游院拆迁了 得给我母亲一套吧 这不得了 就为你母亲争取 是 我说我不给 住 随便住 有母亲只居住权是吧 您听我说 她这个就是 完了要是写上 有我母亲一套吧 以后又是乱事 您的意思是说 您这房子如果拆迁 只有母亲的居住权 母亲的利益也就是居住权 没有所有权是吧 对 没有所有权 其实您觉得这个协议 当时签协议的时候 拿好处最多的人 不是您是妹妹吗 应该就是她 因为您想啊 就说张艺村那一套房 要是假如说卖了钱 能再怀入盖十个月 对于这第二份协议的内容啊 大哥父子俩认为啊 他还是比较严谨的 他们担心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地方 在协议中都体现的十分全面和清晰 其中不仅包含了家中两处房产的处置 就连父母的赡养安排也进行了约定 算得上是面面俱到 可就是这样一份万般周全的协议 最终还是出了岔子 这个协议内容还有一点就是说 将来父母的这个赡养 生老病死 就是养老送中都归女儿来负责 生养死葬 对 全归了她了 全归她 你这边都不管了是吗 我这边就什么都没管嘛 就是精神上的慰藉了 赡养父母啊 是子女的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是 这不是说一纸协议 就说你不用尽孝了 就不尽孝了 是 精神上的慰藉也是一种孝顺啊 过年过年我该看看 我该看看 就是那个写的 单说是写的 平时我该怎么做怎么做 等于就是交给你妹妹了 生长死葬 对 父母也同意 父母敲兵都院不管了 17年被我姑姑接到四一清 就是她的家里 17年 也就是说17年到2022年 一直和姑姑生活在一起 据大哥父子俩讲述 何家父母从2017年起 便和女儿女婿一起居住 可在此之前 还有大约三四年光阴 老两口是独自生活的 回迁以后吧 就说是 我妈他们是哪年走的 14年 14年 14年有个乖荣那走的 就去女儿那了 不是 没上她那 就上那个 去她那个房子那去了 回迁房那了 哦 回迁房那待了几年 好像是17年吧 在回迁房的时候 谁在那照顾他们呀 没事照顾 那时候身体还好呢 那时候身体没毛病 我说的事就是17年 让我妹妹他们接走 接到她那去了 接他们家去了 那不是也挺好吗 是挺好 可能身体上不太好了 平时身边有个人照顾 那母亲对跟妹妹一起生活 她满意吗 满意不满意 她也没辙了到现在 何家大哥表示 即便自己内心 有一万个不情愿 但她始终还是依照协议执行 几年来 大家倒也相安无事 可这表面宁静的局面 最终还是被妹妹打破了 反而这五年吧 就是听我母亲说 一开始还凑合着 反而就是一天不如一天 您说的是您妹妹是不是 对 那我想问这五年 您对于父母的赡养 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就是过节过年的 就过去看看 平常呢 平常我在怀柔那 我不能老往那跑啊 所以就是平常很少探望 就平常就是 过节过年的去看看 那您觉得妹妹一天照顾的比一天不好了 而且父母已经将这个丰台张艺村的这个房子 给到妹妹了 您有没有向父母说过这个事儿 您说是百年之后再给的 为什么之前给了呀 我说过因为这事儿吧 就是他们以什么名义过走的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跟我就是 就好像没我这个人是什么 就是今年我才知道 今年就说十一 我妈不是到我那住了几天吗 到怀柔住几天吗 我说是这才知道 才知道她给过走了 她就是偷着给过了户了 甭管是用什么手段吧 把这户过到她身上了 过到她身上以后 她就把老婆老太太就给推出来了 就管了 就弃在这儿 当时不是说百年以后才给女儿的吗 怎么就过户去了 通过就说什么手续了 你妈说这我全不知道 你母亲没跟你交代吗 没跟你说说 当时怎么办的这事儿 说不清楚了反正 她也说不清楚了 岁着大了 等于就过了户了 过户以后就把他们就给推出来了 就给推到怀柔就不准备管了 不是 当时她把父母送到怀柔的时候 你没问问她因为什么 就说养老我得占一份 你是妹妹说的 那你说当时不有协议吗 是啊 现在她不提那个根本就 还是说父母跟你妹妹闹了矛盾了 这矛不矛盾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矛盾 有没有矛盾 这我不清楚 因为一直在她那儿 所以您觉得妹妹现在想推翻家庭内部的和谐了吗 对 我准备是给送到就说我妹妹他们家去 我妈那意思也是说到他们家去 结果她不要 妹妹不要 不要就给放那个套回间房 就给放那去了 我说你放 父亲就给送到养老院去了 我父亲就给送养老院去了 我说我妈那个 我说你给送你给搁那儿也行 一个人盐也不好 就是自个儿这点事 她自己能照顾自己 照顾不了 得需要人 得需要人 我说这么这么 我说你给送那儿也行 你给顾一保姆 她也应了 可是到现在这个也没过来 就是她就没事过去看看 为什么那个父亲去养老院母亲没去呢 父亲身体不行了 对 现在父亲身体不行了 然后可能头脑也不太清楚了 你发自理了 那去养老院这件事是老太太同意的 我去问过这个老太太 就是她当时送出的时候 她可能是不同意的 是完全不知情的 那老父亲这个养老院的钱是谁出啊 养老院老父亲有退休的 二老都有吗 我妈就是农村那个少 他们现在有多少退休金 包括所有钱家里有 我们不太清楚 都在我姑姑手里 都在她上 是由这个你妹妹来支配吗 对 具体是支配还是由她保管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因为就是我爷爷的钱一直是我爷爷拿着 然后我们不太清楚 就是说什么时候 就是给到我姑姑手里了 但是现在肯定是在我姑姑手里来 那这么多年父母有跟您在要过什么钱吗 没有吧 那不够的部分谁出啊 不够的就我妹妹出吧 你妹妹出 那现在目前就是这个状况 对 还有 父亲在养老院 你母亲在她那回钱房里 对 你妹妹有时候过去照顾 对 你呢 现在等于照顾下一代的 我在这儿开孙子呢 大哥的意思其实很清楚 那就是一切按照之前的协议走 因为有约在先 父母的生养死葬全由妹妹负责 所以大哥便觉得 妹妹应信守承诺 可这样的赡养约定 真的合理合法吗 您有没有赡养父母的打算 有 好 什么打算呀 我是现在吧 就是确实没那能力 要是拆签以后呢 说我手头关住了呢 我肯定要是好好孝敬她 您没有收入吗 没有收入 您爱人也没有收入 他就是那个退休那 那一前期那个吧 所以您只是打算 目前为止多看望 然后呢 以后如果拆签有钱了 再对于他经济上 给予一些关照是吧 对 我现在我也是一身毛病 我觉得我爷爷奶奶 应该照顾我 就是即便如果说 我父亲没有能力 就是我当时我姑姑面 我也说了 就是 我能承担起这个 照顾的这个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因为当初走的时候 不是愉快地走的 提及过往种种 一直在旁的小和 突然出声表态 对爷爷奶奶的养老 如何安排的问题 他显然有话想说 是跟你们治了气走的 因为我还有一个大爷来接的 当时都没跟我母亲说话 就是我母亲在家等着他们 就是来接我爷爷奶奶 然后就连说话都没说话 就有点翻脸了 对 对 然后呢 这么多年 也 也就 也没缓和过来 可能有缓和吧 可能就是 从一开始 比如说一年建一次 可能一年建两次 建三次 就是有缓和 但是呢 就是这次 10月1 我父母说去怀柔 住几天 然后我姑姑可能是以这个 就是 二老爷去怀柔 就是很长时间没回去了 去住几天 以这个来 就是给送回来的 因为一开始是我要去接 然后可能我那天 我是有点事 然后我就 我就没去 我说我过 10月1号或10月2号去 然后就是 他们又给 就直接拿车给送回来了 送回来等 10月 10月6号吧 然后就是 等接的时候 就是不接了 就是直接通知我父亲 去把我爷爷送到敬老院 因为那天早上 我也问了我奶奶 他们给联系好了 敬老院了 对 然后问了我奶奶 就是说这个 我说那您想去吗 我奶奶说不想去 然后因为我爷爷糊涂 我说那你糊涂 我就直接跟我奶奶说吧 我说那把我爷爷送敬老院 您去哪啊 说还去我姑姑呢 说到爷爷奶奶如今的敬语 小和的情绪略显激动 面对调解团队 何家大哥也说出了 压在心底的一件事 这个吧 就是我母亲跟那个 就说跟我这妹妇 这关系可能是 有一回我妹妇喝多了 这动了什么呢 这我听说过 你听谁说的 听我妈说的 平时生活上 您跟这个室友摩擦是吗 那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没有行动吗 我是也是来回琢磨这点事 我想我要找她去吧 我这妹妇就是 我不是说你找人家去 就是说你得把这事给问清楚 但是给他们化解这矛盾啊 你不能不了了之就这么喝着 因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是想找她问问来的 可是我这妹妇啊 一喝点酒啊 那就简直就 我又想着 我母亲长期在她那时候养着 我要去了 解决好了好 解决不好 她对我母亲更好不了了 所以我就没吱声 何家大哥越说越激动 对于妹妹和妹夫 他显然十分不满 在充分了解了她的想法后 我们也将妹妹和妹夫请上了现场 面对哥哥的指责 他们会如何回应呢 好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 那是何家的女儿 以及他的爱人张先生 欢迎二位 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 应该听到哥哥说的了 当年这个家里这个房子拆迁是吧 你也参与了是吧 参与去办这事了 对 我后期推点不力了 我就分这 当时那个政策你了解吗 就是说老姜分了一套 然后你那个 给我哥哥这孩子一套 等于是两套 对 然后呢 你提出来说 父母百年以后 他们那套给你 是你提出来的吗 不是 老姜看我太辛苦了 我爹妈有病 都是我来跑医院 那个时候 这现在也是 是 那时候提出来说给你 所以你这哥哥当时有点意见 对 他想传机为己有 他想都归他 兄妹二人相有为辞 父母的养老成为难题 我也说 我说那你老没钱没钱 那你出力次我几天来上我这 是越来越坏 现在是 我要不主动给他打电话 给说妈想你了 跟聊两句吧 他都一根都不打 害怕了 嗯 你不敢住在那 对 我不住那了 我也不受二大堆的了 到底是什么 让老母亲感到害怕 父母的养老到底能否安排妥当 妹妹是否果真如大哥所说 不顾及父母的感受 对于大哥的表现 妹妹又做何评价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十年前的协议 看着相伴多年的老伴进了养老院 他心中满是不舍与忧伤 就直接送在古堂那儿吧 养老院 到那儿吧 我这老伴就说 这不是家 这不是家 然而子女们关注的焦点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就是不让进他们家门了 不愿意和父母再生活来一起 我能扛着我就扛着 一直把你再招着 其实从内心来讲 你对他还是挺不满意的 兄妹二人到底是在互相推诿 还是彼此心存芥蒂 目前来看 他没有继续尽善养义务的这个 他有 愿望了 还有 还有 对 那跟这个女婿这个矛盾怎么调和呢 他可能我觉得就是不住在一起 可能会好一些 就女儿去上门去照顾母亲家 第三条解释之 十年前的协议 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我们听的你这个哥哥说呀 说你爱人有一次酒后啊 跟你母亲发生了矛盾了 是吗 有这个事吧 有 因为什么呀 对 要说得从18年开始做 18年就开始有矛盾了 对 据妹夫张先生讲述 岳父再搬过来 和他们共同居住后不久 就有过一些奇怪的举动 这令他们很不习惯 也担心会对孩子们造成不良影响 因为什么冲动啊 咱们都有家宋内好 外宋内好 咱们全都好 打那会儿开始 这就产生分歧了 他那时候是有病吗 小脑萎缩 都没有你 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次你觉得有点 我又觉得呢 作为一个岳父来说 住在女儿家 我是儿子 无所谓 我要是一女儿呢 你从那有点心里 有点别扭了 对 还有别的事吗 有 都有岳父岳母 这岳父 骂我 他们是无缘无故地骂你吗 我就不知道 他们骂我的初心是什么 肯定看你不顺眼呗 对 好 你说这些 可能就是生活当中 生活习惯也好 或者什么 反正发生这点矛盾 这叫事吗 矛盾 但是呢 据说有一次 你喝多了以后 跟那丈母娘动手 骂我不是一回两回了 你动手了没有 动手了 那不对 这是不对 这是我承认不对 是酒后吗 对 是喝了点酒 这我承认不对 这咋有什么说什么 甭管他怎么样 你刚才说他 这不是 但是 但是 你对老姬动手这一点 这个是不能允许的 这从法律上来说 也是不允许的 你有一万个理由 也不成立 不能对老姬动手 这一点你必须承认 我没有理由 调节团队严肃指出 不论发生什么 都不能成为动手的理由 这种行为 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 在认清了自己的错误之后 女婿张先生 也表达了自己的悔意 我没有理 一会儿老姬来咯 你跟人家承认错误 我刚才跟您说了 这是你的正确的态度 明白了吧张先生 我来这提醒你一下 因为所有问题 都是从房产分配而起 调节团队 待当事人情绪 稍微平复之后 又开始了继续询问 因为他们当年协议说 父母百年之后 要把这套房子给女儿 但是已经给了 就是父母已经配合女儿 把这个房子给过户了 现在已经过户给女儿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就我爹妈这些 就跟我们这住着吧 我们这侧伙的也挺好的 完了就这俩人 我妈那眼做了五次手术 还不算激光 我妈我爸爸 换了做了杀起波器 我父亲又做戒入支架了 你八糟的 这都是我们跑的 看病上医院 然后我问您 为什么要过户 他看我挺辛苦的 他说了 又看你挺辛苦 干脆给你过户得了 早晚也是这回事 过了就过了吧 父母提出来的 不是你们提出来的 不是 所以就去办去了 不是 症病重是我 这非人啊 这年底了 过户吧 没跟哥哥说 没有 为什么呢 觉得跟他没关系 是吗 不是 不是吧 父母健在 他大胀思维都清楚 公正也公正了 公主书也天资了 所以你们觉得 因为这个房子说归他女儿 跟他应该是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你们应该 跟这个父母提出来 说这不是约定好了 百年以后吗 人家 招什么急呀 没说 人家不让跟他说 好 干脆你就顺着 老人的意思 对 过了过了 对 妹妹和女士表示 房子之所以会被提前过户 皆是因为父母的建议 自己只是遵命行事而已 这个说法能不能站住脚呢 是在什么时候过的这个房子呀 去年 十二月份吧 刚去一个月养老院 这月之前 过户已经有一年多了是吧 那也有 十二月份吧 没几个月 不到一年 父母就说 你跑得挺辛苦的 就过户了 那时候 那时候父亲头脑 一直还清楚吗 那时候都清楚 去年十二月份清楚 然后什么时候糊涂的呀 就近这两月 近这两个月才糊涂的 现在房子值多少钱 二百万多月 多少平米啊 四十多 四十多平米 实际是四十多 那每平米五万块钱 您的意思说 也就这一二百 按照妹妹的说法 房子提前过户 是父母看自己辛苦 所给的奖励 毕竟这套房迟早都属于她 可是调解团队 却并不这么认为 说父母的这个生养死葬啊 都由你来负责 这是你写的吗 不是 他要求的那天 谁要求的 我哥哥 你答应了 就挺着急的那天 就是什么了 你答应了没有 答应了就算 你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吗 没怎么理解反正 没怎么理解就这么签了 没怎么理解你就下笔就签啊 我们一直是跟我们一直养活这儿 看病乱七八糟的 我母亲这个眼做了 俩眼做了五次手术 完了在中国眼科又住院 又中医调住一回 我父亲呢 也老有病 换了一个起泊器 又支架 完了有一个那什么瘤 血管瘤 做了一个那什么介入 等于说父母的这些所有的支出以后 养老的这费用都得由你来出啊 这个如果你要做了约定的话 你明白吧 当时我觉得你应该明白啊 而且签了这个协议以后 你也是这么执行的吧 等于把母亲的父母 都接到你们家去了 对 是不是啊 照顾他们 你这哥哥可能就是逢天过节才去 不是 就每年去一次 每年一次 每年过节 过节得去看 照个面 鉴于何女士当初承诺 要负责父母的赡养 调解团队就此进行了详细询问 而此时 何女士却突然生气地表示 自己对大哥 其实非常不满 费用出吗 费用也没出过 费用没提过 没出过 老家人要想他了 有时候我给打电话 他来 不来 就是电话里边 电话里边说说 聊聊天 我父母这些年住了 快二十次医院了 每次住院我都通知他 他说我没时间 钱上就更甭提 没提过钱就 妹妹表示 自从协议签订之后 大哥便彻底退出了 照顾父母的行列 这样一来 所有的重担 就全部压在了妹妹一家身上 这里所有的侨并钱 是我们家的拆钱馆 一百二一百四十多万 你们家是哪拆的 海电区四季青 你们家那边也拆了 我那是拆钱 所有的拆钱馆 全是我的拆钱馆 给他父母侨的并 都有票据 对 都有票据 给岳父岳母 侨并花了多少钱 您这样算吧 三十多万 如果他不了解您 在照顾父母这么多年当中 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和违离 对 他还挺恨的恨 按照何女士夫妇的说法 他们在协议签订之后 一直悉心照顾二老 单是医药费 就花了几十万 既然如此 为何老母亲会觉得委屈呢 大哥也有意见呢 甚至就连妹妹妹夫都想要推翻现状 他们把老母亲送到回签房去独自生活 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这钱反正是不够了 就是 善养母亲那个钱已经不够了 对 说话他们又要住院了 我爸我妈我爸这个起泊器又快到年头了 那你想怎样呢 让哥哥出 我家都涨房钱还涨了呢 老师你刚才 我这个经济负担 怎么还没花不起了 就是 嗯 这这那什么呢 您花不起了 您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就是 怀柔 我妈那个批事 我妈那儿有一院子 他跟我哥哥 我原来都是我们三人的批事 这不我结婚出来了 就说 最早还是我妈的批事就等于 说要拆迁了 让我妈那人们 以防养老 这块摘基地要拆迁了 嗯 什么时候 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 都这么说 都快入户了 说有点那意想 你遭到了谁的反对吗 就是我哥哥 我哥哥都想要 想不写老太的一套房 他不想写老太的名 就是都写他的名 是这意思 在前期采访时 妹妹曾表述过自己的想法 原来这一切的原有 还是因为拆迁 你说把这协议推翻了是吗 对啊 就不按这个协议执行了 是 咱们得单商量父母的养老问题了 我这现在没有能力了 对啊 如果不拆迁呢 那不只是哥哥刚才说 只是一个信啊 不拆迁呢 不拆迁呢 你有什么打算吗 那俩人共同先养着吧 俩人养 钱不够哥哥也得出一部分 对 你的意思 对啊 他这房货走啊 不就要重新商量 但是你们在这个协议上约定了呀 医药费一万以下 由女儿和梅负担 超过一万元 全额由儿子和勇 女儿和梅 兄弟两人共同负担 如今有关单位证明 和勇确实无能力负担 由和梅负担 这规定的很清楚啊 那我没能力了也是 但是您做出的承诺 您能轻易地推翻吗 那没能力那怎么办呀 你指的没能力 是经济上没有能力 经济上没能力 体力上有能力 因为母亲也要去看病什么 对 吃药住院什么这些 你担心这个 对 父亲那个养老院的这个钱 你们现在还能支付吗 有那能力负担吗 也没能力了 也没有能力了 姜姜的呢什么呀 也没有能力了 那您不想负担了 把父母的房子还回来吧 您已经明确表示 您不想负担了对不对 我没说不 表示说不负担了 我就说怀柔这房 必须写我妈一套房 假如怀柔不拆签呢 您还有必要说写吗 都有信了 最早约定给大哥的 那处位于怀柔的小院 现在传出了拆签的消息 这让妹妹对父母的未来 有了新的计划 她现在的想法 就是给父母争取到一套房 但您觉得应该至少用母亲一套 对 您觉得您是想跟主亲争取来这一套房子 对 我让他们把他们自己生病养老的钱 以及自己居住的地方 有自己处置的方向 来住这个两居是也好 你给多少房也好 给多少钱也好 他得有自己的能力来养 你说过你的计划 我们可以负担生活费 一个月一钱是生活费 我可以好负担 是不是啊 我岳父住养老院 一人一半 这个一人一半还有别的吗 就是 就这个养老院的钱 就是我岳母的以后的钱 因为这房成为你了 等会儿 岳母的钱她出多少啊 您的出一千是生活费吧 也出一千生活费 对啊 你们出一千生活费 他出一千生活费 对啊 他以后他那钱就存在那儿 养老 那看病呢 看病拿他那 也拿这笔钱 拿那钱 我们就是生活费 给出了生活费 对吧 刚才老师说了 说这个房会收回 收回那套房也得收回 哪套 大兴那套也得收回 你卖了 你给你爷爷给你哪一分吗 你也换辆车 你爷爷奶奶的钱 谁管了 大兴的房子啊 没有在协议里约定义务 这个您得考虑啊 都是一个锅里的饭 是一个锅里的饭吗 您可以这么说 对吧 但是啊 但是你说 这个搬锅弄走了 不能给了别人 这个就不能拿回来吧 但是我跟你说啊 这也是一个道理吗 来 您听我说 来来来来 是不是啊 我说一个事儿 您肯定明白啊 言人有信 我有信 孔子怎么说的呀 言之无信 不知其可为也 也就是说呀 如果您要是 对那个协议 白纸黑字签的都不承认 都要推翻的话 未来你们之间 就没有再有信任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对于老人的事儿来说呀 那肯定是灾难性的 调解至此 我们对双方的想法 都有了基本了解 但关键人物 何家老母亲 此时却还没有发表意见 二老的晚年生活安定与否 始终是我们牵挂之所在 老母亲的所思所想 对我们至关重要 好 欢迎回到 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 那是何家的老母亲 王女士 欢迎您 对 你们各位都挺好的 身体怎么样 身体还挺硬朗的 身体现在 这个腰这边 最近做的腰椎 就是走路有点困难 手术 手术了 多大岁数了 七至八了 按说应该还是 身体应该挺硬朗的时候呢 是吧 那那个岁数来说 是挺好的 能自理吗现在 自己做饭能行吗 做不了 弄不了了 得靠孩子了 眼睛不行了 就您的坐那儿说 全条件是什么 不清楚 我是一级残疾人了 有本是吧 有本 您那老伴更不好了身体 都在养老院了 对 现在我这儿还没家呢 也就太空这儿了 就只能先跟这儿待着吧 见到调解团队 老母亲情绪激动 身体原本就不好的她 可能压根没料到 竟然会走到这一步 当年你们签了一个协议 这您知道吧 什么协议 签了个协议啊 在2013年的9123号 和您家的女儿和女婿 签了一个协议 对不对 13年 13年的9123号 你们的那个 找的律师 谁找的律师啊 这不是货货 那叫什么那个 分割 对 谁找的律师啊 她找的律师 女儿找的律师 然后签了这么一份协议 然后在13年的10月14号 你们全家 包括这个儿子 然后女儿女婿 包括这个儿媳 又签了一份协议 是不是 那个是在哥哥这儿吧 对 哥哥庄 是 那有 这次是谁提议的呀 那个不是 那个我归他们找的人写的吗 是大伙又上大队 大队那书记五的 还有那村主任 他们那不都签的字 是签的名啊 通过询问 调解团队得知 对于家里10年前 所签的两份协议 老母亲的确知情 既然如此 他为何不照办协议 而是提前交出了自己的底牌呢 房子提前就过户给他了 对 是您给办的吗 那这是我们俩商 那是我老伴还清楚呢 商量的 怎么想起来是商量给他过了户呢 过户 为什么过户啊 他说年底 我这闺女说年底了 那个过年指不定什么张成的 闺女说的 你过了吧 过了吧 您也同意了 我想着我们俩这样了 都是我闺女伺候的 也够辛苦的 那协议上都已经约定了 非常清楚了 您的这个房子 百年之后给他 为什么要提前处置呢 这不想着人心换人心吗 八两换半斤 我闺女 那你是跟你的这个孩子换啊 是啊 跟我这闺女呢 什么呢 你当时看好这闺女 觉得她没问题 照顾到你们这生养死 都没问题 对对 我们亲戚也说 就妈您就归她吧 跟她过吧 这大伙一 一错乎也很闷 那你怎么不指这儿子啊 当时没想着啊 我儿子他也有病啊 当时有病 就是说 我这闺女对我是真一百亿 对我们俩呀 就这闺女 一年不如一年 一年不如一年 去了五年 去了五年 打十多次价 哪次价都没离 一滚蛋 这是我姓张的房 那我这房给我闺女人 你不知情不知业 我也不需要说你 你怎么长出库的 你对我呢 平常日子他喝酒 一喝多了 他就找我们俩的汤 这是他不对 他已经承认错误了 你这赔礼道歉话都没有 一会儿让他赔礼道歉 那行 这件事呢 他就到现在 蔫儿蔫儿的 脸的一单了 是 既然有这事 连理我都不理我 我们肯定给您主张这个正义 对 你们 但是呢 您这个女儿 她主要是得承担 照顾您的责任 您对女儿满意不满意 她呀 她反正是 甭管她满不满意 她当时反正也伺候我呢 她现在隔天去行不行 那也不行 我没说那天 六号回去了 六号我老伴把我们俩送回来了 送回直接 你们也知道这回 直接送养老院了 她都不让我们俩上家 要是 结婚还得说 我家暖和暖和 喝点肉水 她说怕您的女婿啊 啊 对啊她呀 直接把我们送养老院去 送养老院去吧 等着 等半天 我这老伴说 不是家 不是家 老伴本身不愿意去 她也是 她就说这不是家 我从心里来说我不愿意她去 不愿意她去 面对几位调解专家 老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决 她表示 已经不愿再与女婿一起居住了 刚才您说您想回老宅 我觉得呢 夜落归根嘛 这个想法我们也能理解 就是您跟老伴呢 都回怀柔住去 然后呢 把那套房租出去 用这笔钱 包括老伴的退休金 来养老够不够 那差不多 差不多 比如在雇个人呢 伺候你们 如果他们平时去的 不是天天去 雇个人照顾你们行不行 雇个人照顾 现在也反正 不太好找 也不好找 钱也够贵的也是 那您想怎样呢 您回怀州住 你想让谁陪着你去 在那住去呢 我儿子 我没说我这儿拦着你 让你儿子回去 我这儿子又给 我孙子看孩子呢 他这儿也需要人 孙子 那他这儿不俩人呢 分身一下吧 您的儿媳妇照顾孩子 他去照顾您去 那咱们 咱们 咱们把他俩分开 咱们说不过这岁数 不好意思说 我们跟他说 行 您养他小 他养您老 这是应该的呀 对 对 我们说 谁不养您 您就告他们去 现在有法律 法律得约束他们 必须得尽孝 您说告他 我这老德行告他 我们替您主张 不用您 那谢谢了 现如今啊 无论是居住的场所 养老的费用 还是可以照顾的子女 这每一样都让老母亲犯难呀 但是我们觉得 二老有儿有女 又给了子女那么多好处 儿女也理应承担 担起法定的义务 好好地回报父母 那么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弄清楚 老母亲的真实意思 她到底想如何度过自己的晚年呢 母亲一方就觉得 我既然房子我都给你了 你应该念我的行 你不应该这样对我 然后她现在很后悔 就觉得没有听我们的话 过早地去把这个移居室给处理掉了 父亲一方就说 我现在连房没有 钱也没有 我都没有退休金 您说我怎么过这日子 这眼又不行 老母亲不说了吗 您现在住的这个 丰台这个房子 可以租出去啊 那还是您的 您还得用 用到您百年以后 然后再给他们用 那就推翻了 这个不算推翻 不算 大妈这不算推翻 因为协议上说的 就是您百年以后 才能给他们用的 那我错了 知道吗 那是我错了 只是错在您提前 给他们过了户了 他们老是 老是 爸爸 哥哥哥哥 你怎么什么样 我这 咱们这老人根本就 我们说我从小 三岁没爹 十三岁没妈 跟我哥哥扫过 容易吗 有的那个家庭啊 这个儿女和睦的那个家庭啊 你过早处置财产没关系 没有后顾之忧 但是呢如果一旦子女 发生矛盾 发生纠纷在这方面 就不好处理 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主张 守好老本守好老窝呢 是啊 是有针对性的 我这一点都没听进去啊 嗯 我就想着人家对我色量 我对人家半斤 从小没见没骂 那到时这心眼都不行 啥 调解团队认为 除了已经被过户 给何女士的房产外 位于怀柔的这处房子 在这场调解中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个大妈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房子 哥哥庄的那个房子 就是怀柔 那个农村的那个房子 是什么时候翻建的呀 嘿 提起这个了 我这北房盖了三次了 最后一次翻建是什么时候 最最后一次是1995年 95年翻建的 嗯 这个翻建是由谁来出资 谁翻建的呀 我儿子我们娘俩呀 那95年翻建的时候 为什么审批手续 写的是儿子的名字呀 这个户主为什么没有写您呢 据了解 何家位于怀柔的老宅 已先后经历过数次修缮 其中最后的一次翻建 是以何家大哥的名义申请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房本是我的名字 房本是您的名字 但是我见到一个施工许可证上 户主写的是您儿子的名字 您看没看过那个施工许可证啊 对 就您翻建不得有施工许可证吗 有啊 啊 那上面怎么写的儿子的名字呀 我没说那就是 我这心眼子叫什么呢 哎 那这儿啊 得到 你写就你写就吧 就这么着 我没说从小没这没妈 大了心眼子不行 啥 您没在意这个事儿 是这意思吧 啊 那您现在户口还在这个村里是吧 我户口啊 啊 还在农村呢 您当时13年签了这个协议以后 房子就都归这个儿子了 那将来拆迁的时候 您还想要拆迁利益吗 还是拆迁利益全归儿子呀 我想拆迁呢 我要那个鱼套房 假如不拆迁 那 您还要那个房子的利益吗 那也 我想回去我也得住去 我得要房 那房本是我的名字 嗯 因为您和老伴名下 现在已经没有东西了 提前处置房产 家庭关系告急 这让老母亲内心难安 我还有这个房子呀 跟我妹妹有关系吗 嗯 按大人来说 没有 没有关系 现在都要分手 您这么狠心的 我偷问您这么多年 你做得了主吗 你做得了主吗 我狠心 十年前的协议 能否可以继续履行 父母的养老问题 到底应该如何解决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 第三条解是之 十年前的协议 是何缘故 兄妹二人互相指责 您又没有想做办法 我建设我没办法 我父亲因着什么闹脾气 我就老婆说 我说长进儿子去不要 面对现状 老母亲无法安心 我想我心里不好受 从小没见没办法 跟我哥哥笑 不哭 行 别哭了 明天来我们 帮你解决 好不好 现在到这边去上 别哭了 别哭了 以前过户给女儿 对我后悔了 我想要回来 我后悔了 我要知道这样 我跟你们就不给她 不给我的闺女 把这房产证要回来 还到您老两口名下 是这意思吧 对 那这个房子 因为你们原来签过一个协议啊 说未来您二位去世以后 由女儿来继承 那这次要回来以后 还由她来继承吗 还是说儿子女儿都继承啊 我不用让她伺候了 我让我们闺女也别伺候我了 我不受二杂罪了 所以这房子就不单给她了 是吧 不想给她了 她再不想我们来 就一年来一次 就得了 这是您的儿子 所以您还是觉得这儿子 也是执牢不上的 在分别了解完母子三人的态度之后 我们将三方共同请回调解现场 一家人的纠葛恩怨 能否在今天成功化解 母子三人会如何沟通呢 我想先让这个张先生啊 作为这个女婿 确实刚才老母亲呢 这个叙述已经把这个事啊 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 我觉得你跟老人家 应该有个态度 你先表个态吧 好 跟您这儿啊 打您妈您不对 原谅他吧 你要早这样 我早原谅你的 一回一回的 行了 您不用说了 而且你看 我觉得你这 刚才老人家说了 你这酒啊 少喝 小酌移情 大酌伤身 好吧 以后注意 那么何家这个事呢 刚才老母亲提出了一个方案 大哥你是什么意思 你跟老母亲先沟通一下 我这个 我尊重我母亲的意见 同意 同意 那回老宅去住去 行吗 包括把你父亲如果有可能也接住来 行 在那儿一块住 嗯 夜落归根嘛 对 是找人照顾他们 还是说你们 哥俩分身 去照顾老人 那个妹妹你是什么意思 你跟老母亲你沟通一下 现在她现在觉得 对你很失望 你应该表个态了 您这么狠心的 我伺候您这么多年 你做得了主吗 你做得了主吗 我狠心 我难不难受啊 我两头呢 咱回来 咱们三口子增住 都挂花了呀 母女俩的对话 让我们听出了些端倪 或许左右为难的 并不止母亲一人 在日常生活中 女儿表现出的有心无力 母亲也看在眼 那房间不打算要回来吗 给何梅那房 那是你爸爸的名人 不是 那我爸爸现在脑瓜子 不是不行吗 这得问您了 是不是 您做主 那房您打算要回来 要回来咱就把它卖了 行不行啊 这钱我养着你们 养着您跟我爸爸 用这钱 行啊 老母亲 行 还是说不卖 就租出去 用租金 就租出去 这是惩罚 不行 租出去 怎么呢 老大 租出去将来还是归他 你怎么那么怕归他呢 我不怕归他 我现在已经就是说 说你拿走就拿走了 你过户就过户了 我不理会儿了 说那房早晚也归你 你只不过就是早几天 早几天就早几天 你到现在 你不能不管这两个人 我觉得老母亲和你父亲 生前用这套房养老 她呢 妹妹不在这里边取利 可不可以 百年以后再把这利益 实现给你妹妹 大哥 我在这提醒你一下 你别老惦记说 把这个妹妹原来 答应给妹妹那套房变了线 调解团队认为 眼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解决两位老人的养老问题 其他争议都可以暂时搁置 即便没有协议存在 从法律和道德层面 兄妹俩也应该承担起赡养责任 把房子租出去 租完了这钱 可能目前还是能解决 比如说啊 能够给老太太 现在基本够用 未来老人身体越来越差 需要的越来越多 又得请护工 又得吃药 看病 花的钱越来越多 这个缺口 妹妹您怎么打算 我可以 可以 您有什么具体打算吗 怎么多付出 比如说钱不够 租房子钱剩下不够的 有缺口我往上补 有这个想法吗 可以吗 不可以 俩人坚吧要不 什么 俩人坚坚吧 还是俩人坚坚的意思 那些坚坚坚 那您自己就得掂量掂量 因为现在是说您那房子 整个这套房子的事呢 嗯 还有大哥刚才提醒你 刚才妹妹也表态了 怀柔那个她不惦记 杠上有个老太太 假如说拆了的情况 有老太太一套房 有我妈一套房 那是国家给他的 不是 他国家给的也是拆我 该有他的利益 是有他利益 那名字又写上我妈的名字了 以后 以后给你 你再听我说完了 以后咱们再说以后呢 嗯 又写上我妈的名字了 嗯 完了以后又有这烂七八糟事 这是肯定的 又的 物败还得上进这来 还得解决那套房子的事 那您现在这不就可以商量 跟你妹妹商量啊 跟你妹妹商量 看写你名下行不行 你商量啊 行吗 行我妹妹 行吗妹妹问你呢 嗯 妹妹 哎 问你呢 不行 哦 不行 为什么 嗯 有这个先例条件了 已经出现了 我这内侦儿把房卖了 他们爷儿俩已经换上车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岳母岳父 瞧病 没拿出一分钱 卖出120万也好 卖12万也好 卖12万也好 没拿一分钱 这是其一 其二 我们那边拆迁有这个例子 写给他儿子房了 儿子全给卖了 现在全上外的租房租 一番沟通之后 何家兄妹二人之间 依旧存在有分歧 调解团队决定暂停调解 大家来到第三现场 商讨解决方案 就各位老师刚才一直在说 如果问母亲 是不是想把给女儿那套房子收回来 然后换回到自己面 那这个有可操作性吗 有可操作性 但是这部分 真实话 真是心理意思 他不想 就是他们已经协议了 并且已经过户了 是可以要回来的 因为在法院处置的时候 会有利于老年人 因为他提前处置了嘛 就约定的是百年之后 中间转了弯了 但是这个明显的 对老人后面的保障是不利 并且都出现了这种实际的不利 所以呢 这个是可以主张的 老人是可以主张的 最后怎么处理 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不能说绝对的 但是从法院的处置上来讲 这是对老人非常有利的 只要是不利于老年人的 这个财政处置 都是有可能被驳回的 那个大妈我想问您一下啊 就是说您说一下您真实的想法 想把闺女那房子要回来吗 我这跟你说调情我 我也是不想 也不想是不是 这说怎么讲啊 杨茜茜茜茜 摇摇奶汁都是疼的 是不是 但是让您寒心了是不是 对 就是那个罪鬼让我寒心 是姑也让您寒心了 对对对 女儿并没有让您寒心 对不对 到现在也是照样 孩子们对我挺好的 行那第一个问题我问完了 就是您没有说 真的想把这房子要回来 但是他们态度得改变 对不对 姑爷的态度得改变 得知了母亲的真实想法 我们不尽感慨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就此调解团队也有了新的思路 那就是在尊重母亲意愿的同时 保障好二老的权益 我母亲不愿意 她不愿意 她刚才我问她 我说你去怀柔同意吗 她说不同意 怀柔那边冬天老 她说她老伴她照顾不了 在家里老是长 耽误了您去休息 就是这样 对 那您的意思是说 父母都是要共同赡养是吗 差那一千块钱 您的意思是说 非得让哥哥给您担五百 是这意思吗 不是 她这房子要不要走了吧 就说张一孙这房 张一孙的房子就归您了 确定就归您 再也不能要回来了 就是咱们签的这个协议 确定房子 因为原来协议签订 房屋应该在老人过户 过世之后给你们 因为她已经把房子过户给你了 现在她承诺房子不要回来了 这个就属于你们的了 那将来 假如怀柔那拆迁了 您怎么办呀 拆迁还是得回去吧 不是 假如房 怀柔那拆迁了 有您房子 您还要吗 还是给儿子呀 我要啊 您要将来您百年之后给谁呀 那我就不管了 所以咱不管那个以后的事 拆迁能不能拆还不一定 妹夫已经说了 这个房子未来 拆迁回来的房子 我们不争了 那把这个能写进去 那就两平分吧 拆迁的房子如果拆迁了 这个房子还是要有一套房子 保证母亲的居住权 写上去 对 母亲去世之后不争 对 居住权 对 因为就比如拆迁吧 有母亲 假如人口安置 一人50平米 母亲有一个宜居室 对吧 那这个宜居室呢 可以写在儿子名下 但是必须保证母亲 在这个房子里的居住权 如果说她剥夺了 那她就得赔偿呗 这个居住权如何体现保证 写在协议里 也就是说 举个例子来说 我在你的房子上设了一个居住权 说你保证我在这里边居住到百年 然后中间 比如你想卖房了 然后我突然出去逛街了 你把房子卖了 那这是我可以消息和你索赔 对我的居住权利益赔偿 就是怀柔的房子 您说 我妹妹插不插柔了 就是怀柔的房子 现在是这样的 我解释一句啊 怀柔的房子她如果要拆迁的话 按照目前的拆迁政策 必然会有您母亲啊 比如50平米 她怎么着弄个依居室是很正常的 即使是写您名下 人家上法院告您 分家细缠也能分住 听明白了吗 所以说那是法律规定的 你母亲不可在里边 她活着呢 就应该给她 是应该给她 然后给了她之后 在她名下 未来能办房战证呢 她就有一个所有权 那么如果要是不利遗嘱的情况之下 法律继承 你们俩一人一半 她就是这么个事 这和着怀柔房还是有她的 那目前来看她肯定是有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啊 是说客观来讲 这是法律上的 法律上的 对 那和着是怀柔的房 我还是说不清楚 那怎么说不清楚啊 将来她还得分手 你这个房子安置出来 比如安置给您 您那边比如有一套或者两套 您母亲有一个依居室 就她那依居室 未来你们再办一下继承 不就完了吗 其他的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跟她认识我妈的名啊 她还有她一半的 那你母亲父亲去世了 当然有她的呀 这跑不了啊 那这是怀柔的房 我还是没保住啊 那您就说现在想要干嘛 您说呀 我现在我就是把怀柔房保住了 所以您就说您付这个条件 就完了 刚才说的就是让您直说嘛 我刚才说的方案很简单的 保持坚状 您要求的条件是什么呀 怀柔那个未来 母亲去世了 父亲去世了 如果要是有安置房 那还得全归您 她不许就一点不得 合议后我们建议 假设怀柔的房子日后拆迁 涉及到父母利益的部分 母亲生前对安置房屋有居住权 父母百年后有儿子一家所有的 女儿不再参与继承 另外老人也不再主张张艺村的房子要回 这个房子就属于女儿的了 这是最利于何家现状的方案 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就按张芳老师刚才说的 我觉得挺合适的 母亲愿意回怀柔柔住 去回怀柔住 房子虽然故步到女儿名下 但是得出租出去 租金归母亲 下了母亲的养老金 然后来自己生活 让老太太一个人回去 然后照顾呢 一共不是一万块钱左右吗 看能不能花多少钱请个保姆 四千多加老头的租租金 六千多 就是把他接回来 对对对 你不愿意花那么多钱 这样就你们俩去 对对 人去 对人去 你要是说愿意 你就把他那钱都给他 那如果老婆老太太 手里能有一万块钱自行 自主决定的话 那人家愿意请就请 愿意去吧 对对 他说愿意让儿子照顾给儿子 那不也就给儿子吗 真想去怀柔住吗 我这儿子这不也说 你想这儿住去 这冬天多冷啊 所以您不想去怀柔住是不是 您说了两个伪心的话 对不对 那您还愿意回去 跟他们三口一块住去吗 我不愿意 您也不愿意 您愿意在张一村这儿住 对不对 实际上您也不愿意回怀柔住 因为冬天条件太艰苦了 是吧 对啊 眼下母亲的落脚之处 是她已经过户给女儿的房屋 听母亲的意思 她有意长期在此居住 可这样一来 就没有房租可收 二老的生活护理等费用 显然还存在缺口 那您是不是想要点生活费用啊 让儿女给您出一点呢 是这意思吗 那您自己在这住行吗 不行啊现在啊 所以您是不是要不然 先让他俩导班照顾您 那导班跟他们商量去吧 我不能去 那您同意吗 先说您的想法 我愿意啊 您愿意他俩导班 您自己在一个地儿住 嗯 再说现在这屋中的条件高 那老伴怎么办啊 老伴还得让他住养老院 还是把他接回家 一块儿照顾呢 一块儿照顾不了 照顾不了 老伴就得在养老院是吧 因为他现在精神上 有一点问题了 对 那您想在家 然后让两个子女轮班来照顾您 是这意思吧 行 那我跟他们商量一下行吗 对你们商量去吧 反正我这后半辈子 你们别让我受气 好 对于何家二老日后的养老 调解团队进行了反复商讨 一种方案是将房屋出租 让母亲回怀柔老宅居住 这样可以增加二老的收入 如果母亲还想留在城里生活 我们还提供了第二种解决方案 然后我觉得不让他回怀柔柔住吧 就住在他那个 现在那个 他没有租金了呀 而且他没有租金了 那个缺口其实没有多大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规定一下 这个儿子多长时间看一下母亲 或者怎么样 那他现在就全人全都长贵了 对呀 你不能就拿财产 你什么都管 必须得赡养 本来你就有赡养义务 对呀 这就是个加码 或者是租或不租 都要最后规定哥哥的赡养义务 对 必须的 对哥哥是 看看老太太她回去住的态度坚不坚决 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管是精神上的陪伴还是经济上的攻击 这一点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 如果真的不进赡养义务 不光在情理上不能获得理解 法律也同时会给出约束 那那个他如果要同意 您能答应过来共同赡养吗 又轮班又出钱 行不行 又轮班又出钱 没多少 关键就是得看病 就说就怕以后再有这个手术乱七八糟 他父亲有90%的报销 他母亲有50%的东西 对 我刚才说的那个数就是报销完了之后 你们自己负担的 多说也就是那三四万四五万 没多少 您应该比我有经验 您不用让我这小辈说这话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就是说 如果要是让你们俩分担 行不行 分担就是这么着 分担就是 您写的这个协议能不能注明 就是如果将来怀柔的这个东西 他不能动手 就是甭管是 比如说拆迁下来 是写我父亲名 还是说写我奶奶名 他不能动 诶 我们可以出这样的协议 对吧 我们能够基本上保护 至于说这个 现在 我父亲照顾也好 是怎么着想 这咱们是不是也得 就是说坐下来 商量一下 写到里面 具体是怎么照顾 一人一个月 还是说 如果说都 比如说都没有时间 咱们出钱 雇人 还是说怎么着 可以往下商量 是吧 但是大的构架是这样 大的构架就是 我父亲这儿 我就能给做出了 花钱这事儿 我给他做过 我花 行吗 我不大是心思 什么 这等于原来那张纸 就是废纸一张 没用 可别这么说 杨老送中这句 是不是就没用了 怀柔的老宅 一直是大哥心里的疙瘩 针对这一点 调解团队苦口婆心的 给他做工作 希望他能见好就收 退让一步 你要是这么说 那的确是有点的意思 但是也不完全是没用了 我们现在提出来说 双方共同赡养 您的交换条件是怀柔 您不再染指了 这是您新出来的条件 您原来签那个协议里边 没有提您母亲 比如被安置了50平米的房子 该怎么分配 您现在是新条件 给您心低了上来的 所以您不能认为 原来那个签子您亏了 现在这个返回给他找不得 那可不是 现在也是帮您找不得 我觉得您找不得是大头 我给您都考虑了 为的就是未来您家 不要再出现其他纠纷了 老人越来年岁越大了 不要再因为这些事浪费时间了 好好照顾老人 给您一揽子解决 大家都对好了 一人一半就完了 未来有没有一种可能 比如说四六分 这个拿钱比例什么的 别别别别别 别跟我们这儿找不这个 这就买来菜是吧 差不了几个钱 不是 差不了几个钱 我跟您说我现实情况 我现在囤身是病又没工作 他说他愿意给您出 不是 他先出 咱先不提他 眼下 调解团队兵分两路 一路做大哥的工作 一路抓紧时间 和妹妹一方沟通 父亲在养老院 他的养老院的费用差价 由你们来补 然后呢 母亲 由你和哥哥 共同尽善养义务 将来假如 那个怀柔的那个房子拆迁 有母亲的权益 你们也不争取 张一孙的这个房子 已经过户给你们了 对方 你哥哥也不能提出异议 如果遇父母生大病 那么这时候费用均贪 是这些吧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住 我就要 你妈妈就在那个张一村那儿住 住在那儿住 但是由你和你哥哥轮班去赡养 相当于给你腾清了一部分的赡养责任 你别忘了原协议都是你赡养的 对不对 行吧 我刚才又给你总结了一遍 跟你确认一下 但是 不是 先别说这样 是按月还是按年呢 赡养 共同赡养 你想是按月还是按年呢 按月一个月 对 可以 这都好商量 是吧 大方向定下来以后 小的细节都好商量 关于父母的养老 那么就是 父亲还是一直在养老院 母亲呢 在张一村的这个房子居住 由儿子和女儿每一个月轮流照顾一个月 也就是说 女儿照顾完一个月 儿子照顾一个月 这样轮班来进行 对于父亲和母亲 如果是生病 需要的花费 或者是其他的花费 都有儿子和女儿共担 其实来我们这个平台也有没有房子的 因为你们现在实际上女儿儿子 包括孙子 都从老人那边继承了给你们的祝福 拜给你们的祝福 你们都是有工作能力的 对吧 不应该把这个父母给你们的这个馈赠 就是当成理所当然 我们应该常怀感恩的心 所以我希望未来 你们可以更多的一起来孝顺老人 还有在养老院的父亲 他现在是因为小脑萎缩 所以他的脾气不可控 你不要用常人的标准去评判他 他生病了 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所以他才会有那样的脾气 不是他脾气不好 是因为他病拿的 你能像看一个病人一样的看他 我希望你们都能这么对待那个 现在身处养老院的父亲 还有这个母亲也是 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心尽意的照顾他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宣扬一种主张 那就是看好老本 守好老窝这么一个策略 为什么说老人不宜过早处置财产呢 因为财产自由是晚年生活的最大保障 会帮你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我们不否认和睦的家庭会把老人安排的很好 但这两者并不冲突 希望老年朋友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 对于你们家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妹妹一个人独自承担养老问题 可能确实经济上难以负担 在做一些前提的约束之下 哥哥和妹妹呢 共同赡养二位老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另外呢如果在经济上负担过重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把老父亲接出来 一块赡养二位老人 这都是你们可以以后考虑的方案 至于下一代呢 也多帮助父亲 尽自己的一份力吧 作为女婿虽然是外姓人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叫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你爱你自己的父亲 那么对于妻子的父母呢 也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他们 这叫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我觉得作为女婿 在自己的行为举止方面 应该约束自己 在赡养老人方面呢 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这才能体现中华传统美德 好吧 来看看老母亲表示认可 是吧 同意 那个女儿呢 认可 认可 大哥 认可 你的儿子 小何呢 认可 同意 好 我觉得 到时候在专家的协助之下 你们签个协议 按照协议执行 如果老母亲有一天 她现在觉得住怀柔 就觉得冷 环境不太好 现在不愿意去 如果有一天愿意回去了 顺着老人 孝顺着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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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老母今天的思维很清楚 而且性格也很开朗 如是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啊 希望你们能珍惜老人这段时间 把他养好 让他安度晚年 好吗 好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你们准备啊 最终 何家全体成员均接受了我们给出的调解方案 并且当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想要解决的事全都写在这儿了 其他的不争议了 好 就这些您同意吗 嗯 行 好 在调解结束几天后 何先生一家再次来到栏目组 送来了他们真诚的谢意 那个谢谢 谢谢北京家人来的第三调解式 为我们家里边把这个家庭纠纷 然后问题都解决了 谢谢大家 这个冬天对两位老人来说一定是暖意融融 幸福踏实的 而放下了新节之后的何家兄妹 也一定是安心的 为了父母的晚年 他们相互做出了让步 我们对此深感欣慰 希望在第三调解式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讲解律师刘雪山 刘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像这种家庭协议里面规定了某个子女 你可以不来赡养 父母也同意 也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 那这个子女他是不是涉嫌违法的 我们老说对吧 赡养父母天经地义 也是法律支持和保护的 那他是不是违法了呢 赡养老人呢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但是如果老人呢做出这种明确的表示说 我就是想要我的哪一个子女去照顾我 然后另一个子女呢我不需要你给我进任何的赡养义务 是吧 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以完全按照老人的意愿来 那这个子女按照老人的意思不去照顾他 不去进义务这样一个行为呢 也不会构成法律上的一个违法行为 是吧 可能我觉得子女担心的点还不是说违法 觉得毕竟这种事情可能不至于会吃官子 但是他担心的是哪 父母不要我赡养 那将来第一我唠个骂名不孝子 第二是不是我的这个继承权也就顺便就被剥夺了呢 如果老人在生前啊 因为说我要哪个子女赡养我 其他子女不用赡养 而写了这样一个相应的遗嘱 就是把我的遗产全部由 我指定了赡养我那个子女来继承的话 那这个遗嘱又是法令有效的 最后呢肯定是按照遗嘱来处理 那就不涉及到什么继承权剥夺夺的问题了 本身他就没有什么可继承的 是有遗嘱是吧 对 安遗嘱来办 但如果老人确实没有立过这样的遗嘱 生前也没有其他的迹象表明 他要把这个房产给其中一个人 而不给哪一个人的话 那最后即使说这个子女 他按照老人的意愿没有照顾老人 那他只要没有其他法律上 应当剥夺继承权的情况存在 那这个房子还是应当有他相应份额的 只是说如果有一个子女 确实是进到了绝大部分赡养义务的话 那法律上鼓励这种行为肯定是让他多分的 明白 那还有一种情况 老人写完这样一份东西以后 想的挺好 我倚仗老大或者老几来来照顾我 但是照顾到一半觉得有问题 或者说自己想想想变卦了 老人还有这个权利去更改吗 老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 去变更之前的一个关于赡养的约定的 这不算出尔反尔吗 之前不写过一份东西了吗 可能有些字女会说你不是写好了吗 不要我赡养 现在又要求我赡养了 我不养了 这个行吗 首先咱们要明确 对老人的赡养义务是一个法定义务 他不会说因为老人曾经写过 不需要你付赡养义务的这样一个意思表示 那后面老人在改变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就跟老人说 你这个表达出来这个意思就不能改了不能撤销了 在老人养老的过程当中也会随时发生各种情况的变化 是吧 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是轮流抚养 后来老人发现跟某一个子女生活会比较舒心 那可能就变更成由一个主要去抚养其他子女来探望和给予这个金钱上的支持 这种情况都会经常发生 所以呢 之前表示的一个意思或者说定立的协议呢 将来也可以按照老人的意思呢 再去做一个新的变更 总是咱们外面不离其中的就是一切以老人的权益出发 嗯 没错 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在家有一老的时候 我们要真真切切的把它当作一宝来对待 才是一个和谐家庭该有的样子 感谢您 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我是律师刘雪山 家里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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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